NEO聊四季天天中呼聲音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10點鐘方向 黃色的玩家是MBL 選擇的文明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特色是他的騎兵單位可以回血 而且精冠技術可以減少騎兵的占用人口 他的騎兵路線是比較強大的 尤其是他的寶兵莫娜斯帕 每七隻莫娜斯帕或是騎士 都可以增加一點傷害 後期的傷害高達22點 喬治亞人他比較適合步騎作戰 槍兵跟騎兵一起同時出會比較適合 如果遇到對方是攻兵路線的話 也有戰毛兵可以用 也有三級射 馬攻路線也是堪用 雖然沒有拇指環 但有安全的戰術 後期的攻城選項有重頭 弩炮跟大蟲車還有工程工程師 但火炮沒有這也是他的弱點 但是後期還有火箱可以對付對方的槍兵路線 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右下夾的羅馬人 羅馬人的話這邊是哈特 是綠色的玩家 那哈特這邊的打法是選擇的羅馬 羅馬的話是他的步兵單位 雖然沒點一次步兵鎧甲會獲得雙倍效果 但是他只有二級獎 所以到城堡時代史的裝甲是他最高上限的鎧甲等級 那到軍團兵的話雙防防禦喔 是可以高打五點的 那羅馬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步兵作戰 跟他的騎兵 算是堪用 也不算堪用 算是副輸出 那當然要打百夫掌的話 也可以當輸出喔 那後期的弩炮呢 是比較便宜的 那弩炮很便宜 而且可以獲得彈道學的效果 也有這個 最小射程減免的 最後期的羅馬呢 都是用大衝車跟弩炮作為主力進攻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阿拉伯地圖 那阿拉伯地圖呢 前期還是要先介紹一下 這個木頭的區域喔 是比較重要的 還有這個果子區喔 前面兩個黃金也是很重要的位置點 像這兩個地方就不太好 而且黃金也偏正前方 但還好 HART這邊是可以稍微把自己給圍出來一點 那左邊部分 看要往下圍還是要往左圍喔 都是一個大難題喔 右邊部分呢 也是一個 開闊平遠 不管怎麼圍都很難圍 所以這一點 就有點考驗HART的防守能力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MBL這裡 MBL這邊也是 黃金兩個在前方 但比HART好一點是 黃金也快在後方 這一點就可以讓MBL 這裡過得很舒服喔 而且果子也是偏後方的位置 但他的正面呢 比HART更長 HART的話是前面還有木頭 但是MBL前面完全沒有 但是以高手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可以稍微小圍一下就好 這裡讓稍微圍 這裡圍過來 可能就讓果子稍微撲落一點 這樣超級小圍就行 反正黃金也在裡面嘛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 是都打了一個 封建式來升級 都沒有偷支部 現在的META越來越多 職業選手在偷支部了 那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 不是很好的 示範嗎 就是有些新手會開始問我說 誒這個SLEO啊 現在職業選手我們都在偷支部了 那我是不是也該偷一下 那我的建議是千萬別偷啊 你一旦偷了 你可能被抓這一村得不上車 不如就慢一點升上去 你在比較低分段的比賽中 你是不差這幾秒鐘的 就跟你開車等紅綠燈一樣 你就算超過了一個人的車身 你可能也只是快人加個一分鐘到家而已 安全還是最重要 安全到家最重要 所以穿衣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我們看到HOT這邊是羅馬人 開始轉出了一些槍兵 好 三隻槍兵 但是不管現在什麼樣的打法 你只要是打洛馬開局 槍兵都是必案的 因為現在不管什麼文明 洛馬開局是87%不能再多的 公兵開局的打法是越來越少 HOT這邊是四隻洛馬 蛤 槍兵這邊是兩隻 剛剛被戳掉了一隻嗎 好 在這邊兩邊都是點硬朗螢幕 而且是打得非常濃的開局模式 好 這裡稍微走 好 這裡要小心 槍兵 槍兵來了 但這邊兩邊躲槍兵都躲得非常漂亮 MBL這邊數量上稍微有點劣勢 然後第四隻不過來 但是四隻過來還是劣勢 人家總共有五隻呢 後面還在堵著 但是後面一個高打滴稍微換了一點血量 但是MBL的赤猴還是被換掉了一隻 現在HOT又補了一隻肉馬過來 現在是6打3 但MBL並沒有打算要停肉馬 兩面前期打的就是一個肉馬爆打 配槍兵的流程 好 MBL 這裡沒有打算要小 反正是選擇了正面圍死 花了非常多的資源 硬生稱的把自己給圍起來了 那HOT這邊 這邊 這裡流了進去 但是看到這麼多槍兵跟肉馬選擇了 還是 撤退嗎 欸欸 還是 還是要往前 好 往前走的話 裡面是一個死胡桃 這裡村趕快防守 所以肉馬一定要追著肉馬 不能掉有青星 槍兵還是有放在維加的位置 HOT這邊順利補下了城堡塞 兩邊肉馬還在追逐 槍兵兩邊在互戳 但是MBL的槍兵勢量不夠 好 現在MBL也準備要點一下城堡塞升級 好 羅馬人在這個時候 支援量應該是會非常領先對手的 因為他的村民呢 用5%的採集速度的增加 那喬治亞人呢 是在強化教堂附近的村民 他有10%的採集效率加成 那羅馬人是不用強化教堂 不管你在哪裡 天生就有5%的加成 所以就算喬治亞後期 可能補了一堆強化教堂 支援量來說 可能還是羅馬人會領先 因為叢林開始算起的話 好 這邊要賭一下口 好 有賭口 OK MBL這邊一直繞 這邊是在爭取時間 所以沒有什麼 比較會有出事的問題 就是拖時間 好 這裡有個洞 賭下 MBL這裡的羅馬終於全部被送光 好 現在HART直接鬼轉3TC MBL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補下了兩個強化教堂 走的是加成效率流 而不是走一個開TC流 那之前DOT有試驗過 到底要先開TC還是先開強化教堂 比較重要 那那一場DOT是選擇了 開強化教堂 而不是開TC 結果出了蠻大的事情 所以MBL這一把自然打 我不確定這個有沒有可以瞬間反超 HART 那以資源上來說 確實現在是反超 那我覺得最主要原因有可能是 HART沒有點下二級伐木 這一點可能會比較傷一點 好 這裡兩個強化教堂 產生率速度也很快 哇 這邊直接三個強化教堂 把這邊村民的工作效率提升到MAX 好 開始狂飆 這裡 洞裝長槍兵補下 打一個槍兵配馬弓 那這個打法非常適合打駱駝 或是大量騎兵的文明 但是大問題也很明顯 槍兵配馬弓很怕戰毛兵跟奴炮的 那剛好羅馬人又是奴炮大國 這邊轉槍兵是正確的選擇嗎 但是投車出來奴炮又可以克制住 而且連戰毛也打得贏 MBL這邊轉兵轉得非常漂亮 三種兵種 就可以把對方的兵種全部克制住 那現在哈特這邊兩隻羅馬 暫時沒有事情可以做 看要不要去蹲點 手下聖物的地方 好 MBL前置一個BK 然後三個強化教堂 支援量開始慢慢領先了 領先了500支援 投石車也在趕快開閘當中 算是MBL的特殊開農方式了 好 槍兵這邊戳到了一槍 這邊3TC再濃的羅馬人 聰明處現在48吋 對上69 MBL的聰明處落後了20吋 聰明處現在雖然落後 但是支援量MBL還沒有被返超 這就是強化教堂之力嗎 好 結果這邊青旗兵一上去 就是對著投石車一頓輸出 一秒鐘就收下了 但投石車這邊第一打高 結果被MBL預判了 直接換掉 踏腿後方的投石車沒有 還在招 這裡奴炮要小心了 奴炮要直接反殺嗎 結果直接被青旗兵帶走 好 這邊只要解掉投石車的話 羅馬人就可以稍微輕鬆一點 這邊青旗兵要小心 要控跑 好 村民稍微往後拉一點 看要不要這邊補個新的城鎮中心 也可以 或是往後開也行 好 那現在有一個石頭的穩定地也比較好 這樣比較容易守住正面 好 這一波進攻 投石車一直有高地優勢 MBL這邊的高地實在是很舒服 那HART在低處的話 就有可能沒有辦法一發擊倒對方投石車 反而MBL打個插邊球 都有機會把HART的投石車給秒殺 那現在HART點下了二級農田跟耕種技術 開了一下 槍兵的部分來到了12隻 一直穩定這個數量 馬公數量沒有繼續補 欸這裡後面剛講完又繼續補了 補了一些數量回來 TC這邊可以考慮開一下了 馬公這裡先稍微斷一下 補個3TC 投石車繼續前壓會比較好 那現在村民差距來到了30村 HART的村民術反超之後 不是反超 領先30村之後 終於迎來了第一次的支援反超 好這裡支援反超之後 也補下了救贖思想 看起來是要靠僧侶去反制投石車 但是如果靠僧侶反制的話 要特別注意對方馬公 那MBL這裡是有馬公存在 這邊用僧侶去擋投石車是一件好事嗎 我不確定 好馬公過來 被侵襲兵砍了幾刀 僧侶在後面一直補血 好3TC 1A銀金 3台投石車已經準備好 前線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好這邊也補了一個大學 有了大學 待會買賣一波 森帝王時代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但現在MBL要跟時間上賽跑 好投石車換了一發 MBL上前用馬公點了一發 投石車血量還是很多 那邊的血量掉到這裡有機會 打到了超大片球 但是馬公被砸到 有點殘血 馬公這邊想要換掉殘血的投石車 但沒有機會先把勝率給點光 勝率點光之後 正面的部隊就不用擔心被招響 結果MBL 投石車被砸光了 尷尬了 還是其實剛剛有招響到我沒看到呢 好MBL三台投石車全部被換光 現在只能先龜縮一下 等帝王 看這邊要改挖石頭嗎 在勝帝王的途中去挖石頭 插城堡前壓可能效果不錯 但是現在哈特魯馬人的資源量 已經領先了40吋 聖明差距越打越大 然後這裡在中間補了一根城堡 這根城堡蓋好 魯馬人也差不多可以提升到了帝王時代 好投石車又來了 小心高達第一換了 這個投石車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哈特也第一時間派了騎兵 把投石車給收拾 好這裡馬公殘血的 趕快用僧侶繼續補血 僧侶派前線 馬公血就回滿了 好現在這個情況 MBL暫時時代領先 但是哈特有明顯的經濟優勢 現在領先資源來到2000資源 MBL並沒有打到太多東西 經濟方面 這邊要不要考慮轉出3TC呢 好MBL高達低 順利收掉投石車 雖然扛了一發投石 但是後方有勝率 血量起飛得滿快的 好那現在沒有投石車的關係 現在奴炮有點無雙 這裡要趕快繼續按投石器 那兩邊來到帝王時代 再來看一下哈特會怎麼處理 MBL這一坨馬公 那喬治亞人馬公路線 我是覺得並不是那麼的強勢 還是要打他的步兵跟騎兵 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遇到這麼多的奴炮的話 真的是有點難 有點棘手 尤其就是馬公路線 好這裡馬公直接高達低 想要換掉奴炮 換掉了一台奴炮之後 也射掉兩隻村民 這裡再點擊到一隻村民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結果打得有點歪 好但奴炮也沒有打到太多血量 現在看起來 MBL的控兵還算不錯 馬公數量還是持續的到二十幾隻 他船這邊一百四二吋的時候 點下了帝王時代 現在帝王時代補下之後 問題就來到了MBL的身上 待會羅馬帝王 能打的東西是奴炮跟軍團長 還有百夫長 這三個單位可以做為主力 羅馬人如果打這三個為主力的話 自己就要去想辦法去反擊對方的奴炮 現在喬治亞人他也是一個沒有火炮的文明 當然是可以轉投石車 但投石車的話 也要小心對方的騎兵衝鋒 所以我覺得MBL這裡要思考是 要擋住對方騎兵的話 可能就要轉槍兵 槍兵配投石車 直接打一個槍頭 槍頭策略 然後轉火槍 或者是大衝車 這一系列打法 馬功的部分可能 比較升級重裝會比較好 但是MBL這邊是決定要繼續走馬功 點到電弧磁帶之後 還在繼續投資馬功物線 雖然三級射化學都已經好了 只差一個重裝馬功 好 這一波走進來 MBL又會危險 奴炮已經開射 大家趕快散開 好 直接硬點 現在哈特還是有奴炮的 傷害優勢阿 而且價格也是非常的香 好 第一道電弘時代 巨型投資機 安了嗎 都還沒有安 城堡都還在空轉當中 好 這裡是率先點下了重型奴炮升級 上方正個城堡 看到馬功在上方 選擇了取消 村民數稍微下降了一些 因為這邊一個多線 確實擊殺到哈特不少村民 中型奴炮提升還有20秒 MBL這邊馬功入圈沒有要停止的意思 直接走進去 但是奴炮一陣輸出 打掉了馬 馬功非常多的血量 好 這邊直接串燒 串到頭破血流 這邊再串 最後還有八台奴炮 好 這邊又再繼續串燒 馬功射入量 只剩下四隻 上方的馬功已經順利逃脫 可是MBL這邊是打了勾線 這邊也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好 MBL這邊已經開始 村民追上來了 84對E3 最能量還是魯馬的李賢 還是MBL這邊抓了這麼多村民 其實已經蠻賺的了 好 中型奴炮一升上去之後 馬功沒有升起重裝馬功的話 是有點射不太動的 遠方來到了八點 這邊馬功只有十點傷害 總射都是兩滴 要射得非常久 可能是奴炮的價格非常便宜 還是用串燒效果 馬功對射的話 肯定是不賺的 好 正面的部分 兩根城堡繼續步步推進 連環保開始了 上方有一根城堡 這邊劇情投司機開始慢慢量產 現在哈特也補下了 大全升級 三級馬海也提升好了 那羅馬人的肉馬呢 也沒有大肉馬 所以後期要轉肉馬路線 也是稍微可惜了一些 好 目前的狀況看起來是MBL 暫時壓制住了哈特 那哈特這波也開始慢慢有反殺的意思 後面這裡騎士加馬功 騎士在騷擾 馬功在這邊防守當中 跟馬功高達低怎麼感覺射得有點歪啊 好 這邊東西射倒了一隻 左邊還有一隻騎士還在騷擾 好 這邊奴炮再次輸出 直接串燒掉了非常多的馬功 這裡原定戰高模式 奴炮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MBL這邊要被迫轉兵 馬功數量已經少到 沒有辦法成型了 只剩下十二隻的數量 現在騷擾為主 守陣地戰為 第二要點 這個馬功可能再出下去會越打越虧啊 好 馬功這邊直接不轉型 蛇氣中中馬功 戰機設化學補了之後 馬功沒有打算繼續打 這邊就可以考慮轉投石車 或是轉騎兵路線 會比較適合打這些奴炮 好 巨型投石機 這邊來到了三台架了起來 但是HART這裡也是 這裡更狠 四台巨型投石機 但是喬治亞的高地城堡有減傷的效果 而且秀里貝也比較便宜 這邊四台巨型投石機 應該能稍微頂住 但村民術修的不夠多 可能還是會鋪不住 HART這邊的巨型投石機 只有三台要扛 破第四台嗎 四台巨頭 最後還是成功守下 這根城堡 好 蘆炮直接走到了 Mbill的經濟區 現在開始受到了一點干擾 好 好 喬治亞的肉馬呢 是擁有大肉馬的文明 所以這邊要存個600黃金 這個大肉馬升級會比較好 那現在這個情況 看還是要不要先升級個三級馬鎧呢 畢竟奴炮的傷害是遠程傷害 兩個三級馬鎧 也確實可以提高蠻多的生存能力 好 這一坨馬弓找個機會留了進來 這一坨又打了一個多線啊 這個多線打的算是蠻漂亮的 HART這邊點下了一級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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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的砲物場這裡要小心 HART這邊點下了一級射 右邊的操炮爾士人量不夠 好 射掉了一隻槍兵 結果Mbill又回頭繼續前纏馬弓 反正這裏馬公又賺到了一些經濟優勢 讓MBL可能覺得這裏不繼續打馬公好像有點可惜 好這裏抓黃金的村民全部抓掉 好巨型頭司機已經架在臉上了 現在MBL村民處只有111村 堅強點下了三級馬牌 黃金全部投資在了馬公身上 右側可以開始補馬舟 待會這邊要開始按肉馬反制奴炮 Half這裡也填下了步兵攻擊力 這邊也可以提升騎兵的傷害值 騎兵傷害待會來到7加4 這樣打臭命只要4刀囉 現在沒有三攻情況下是需要5刀的 好這裡穿槽之後 MBL喔 村民處現在是來到111村 還是沒有變動 下了三級 攻還有手推側 正面部分開始被趕壓力嗎 好像不太敢繼續 欸結果這邊肉馬好像可以上前耶 但肉馬不敢 選擇要浪費 好這裡補的馬舟被抓了 射箭場來不及補完 好馬公繼續拉扯 好拉扯這邊是要轉槍兵嗎 還是要轉軍團兵呢 我馬人的槍兵防護率也是很高的喔 好這裡直接撞到了城堡 馬公在一個很安全的位置 反殺成功 這些驚奇兵 好現在 弩炮需要來到19台 越來越多的建築物被軍頭司機給拆掉 MBL要找個機會打一波團戰 但打團戰之前可能要打個東西 好直接走到左邊 MBL這裡大羅馬還沒有提升 現在有資源 但是沒有打算要提 巨奇兵頭司機 直接開在後方城鎮中心 現在城堡只剩下右邊這一根了 好這裡又不領先的城堡 這裡馬公加肉馬抓到非常多村民 羅馬人村不出急劇下降 但是哈特這邊還是決定要繼續轉出弩炮路線 現在弩炮路線還是比較給力 好這邊強化教堂再次拿下 現在MBL的正面快要扛不住 好這裡馬公有後方城堡支持 巨奇兵頭司機也搬過來了 想要從這個地方開始進攻羅馬的城堡 反正自家的農鐵已經開始狗不住害住了 好那MBL這邊也轉出了莫娜斯帕 但莫娜斯帕數量少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而且自己都是爆這個清奇兵 傷害加產並不是非常多 好羅馬人這邊只是用清奇兵 收掉兩台巨型頭司機 現在巨型頭司機的數量 是哈特戰士領先 五台 但是沒有繼續進攻 欸反而是回頭了 但是怕MBL有存肉馬嗎 但其實MBL 肉馬確實有存 但是存在其他地方 左邊這個位置 這邊這裡也是喔 兩邊都有在存肉馬 好左邊肉馬殺了過來 奴昊在這個陣地戰 要小心 清奇兵上前 但是直接被奴昊給串燒掉 奴昊串燒傷害很高 最後殘血的巨型頭司機 好像沒機會拿下 好 最後還是硬點點掉了 MBL這邊順利收到兩百斤 但自己也虧了更多的黃金 現在這個情況 MBL要打贏的話 還是要找個機會升級 大肉馬會比較好 一直用清奇兵打 有點虧阿 好 兩邊打得算是有點綁手綁腳的 現在哈特這邊的問題是 就是奴昊的機動性不夠 打出陣地戰的話 雖然奴昊的傷害很高 但是又很怕工程器 所以這邊要防 又很怕對方的弱馬 不是工程器 如果對方弱馬一多 大肉馬重升級好了 那這邊哈特沒有足夠的單位 可以防守 就很微妙 所以羅馬人這裡 最好是轉個大槍兵升級 會比較好 直接打個奴套槍兵陣 是可以考慮的 好 結果喬治亞 的城堡又倒了一座 最後城堡在左側的位置 左側這裡又有一波 羅馬果然直接抓掉了一堆奴炮 這個奴炮抓得不虧 但這一面這一頭奴炮壓力給的太大 現在暫時不敢輕舉妄動 看一下哈特有什麼大動作 再決定 現在有搭羅馬 但是也不急 他越往前 我們就有機會可以包夾 好 這邊羅馬再次來一個多線 好 開始來騷擾村民了 這邊這一波 奴炮力衝了過頭 MBL要出動了嗎 感覺不是 這些羅馬感覺是被吸引過去的 現在MBL要包超度的話 可能要從上方左邊右邊 單面進攻會比較好 好這邊還囤一些羅馬在右側的位置 正面巨型投資機拆掉了城鎮中心 這個單位就給你 這個建築物就給你拆吧 我這邊想要爭取一些時間 好 MBL轉出了更多的大洛馬 然後這邊大洛馬數量有11隻 這邊奴炮雖然 則是來到了 二十幾台吧 哇21台啊 好 右邊的城鎮中心可能也要受到干擾 臭名字往後搬 MBL這邊等的就是一波羅馬做一個夾擊 這邊要去防守 家裡也是個問題喔 百夫長也來了 哈特要小心 左邊的羅馬已經來 這邊三面包夾 MBL從這邊上方過來 右邊的羅馬也來了 但是哈特有高地優勢 正面有非常多的百夫長 這一波交戰 我們來看一下血量變化 奴炮的血量還有很多 正面的單位 全部都被百夫長給包夾住 MBL的羅馬 最後從右側的地方 殺出了一條血路 這一條血路 讓哈特的奴炮損失殆盡 只剩下一台 最後一台也殞落 但是好消息是 四台巨型投資機都還健在啊 好 此戰過後 MBL還有 本錢可以再戰嗎 現在家裡已經被百夫長 給督線騷擾了 但是好消息是 羅馬人的奴炮症已經被解除 這裡有啦 兩台奴炮過來 好 守住這些工程器 是MBL的首要工作 哈特這裡有點大意了嗎 右邊的羅馬直接過來 拆掉第一台巨型投資機 第二台沒有拆 反是往前走 打奴炮 這個感覺是 極力點沒有設好嗎 怎麼感覺有點小小失誤啊 不然呢 四台巨型投資機應該是可以拿下來的 好 後方開始用僧侶做防守 但是百夫長連鳥都不鳥啊 我就是要開始騷擾你村民 眼裡只有村民 只會往前走 現在村民出 來到121村 打106村 MBL經濟已經來到極限 好 這一波哈特 應該是穩住了正角 三台巨型投資機 繼續往前 再跟城邦拿下 可能MBL就要打GG囉 MBL這邊要趕快想辦法守住正面 但他的目的很簡單 只要能打掉巨型投資機 就不會被繼續強拆 不會被強拆的話 自己就還有機會 好 這一波MBL有能夠衝了嗎 好 沒有衝 衝到一半又回頭 但是百夫長又過來 然後做個真地戰 好 回拉扯 三台巨型投資機炸起來 開始攻城 正面的奴炮 數量來到了八台 但是還沒有辦法全面守住 正面的巨型投資 好 正面先用弱馬 慢慢一個一個 各個突破 後面的馬公 努力的再輸出 正面部分 弱馬 沒有辦法穿越到後方 直接被奴炮給串燒掉了 MBL的村民出 已經布滿100村 只上89村 現在村民掉了太多的關係 現在肉馬有點按不太起 好 反觀哈德這邊 肉馬百夫長一直按 開始要用資本主義的高牆 打贏了MBL 好 這門城堡 血量來到了一半 三台巨型投資機 還在輸出 肉馬直接往後抽 馬公數量也是被削減掉了一些數量 最後還是沒有機會可以點下重裝馬公升級 黃金感覺正是過度投資了馬公 似乎不太好 這裡把一些黃金投資給槍斃的話 喬治亞應該會比較舒服一點 但是MBL還是打出了結局 我們恭喜哈德拿下比賽勝利 好MBL這裡面有投資槍兵 那他這邊槍兵如果在家裡防守就很好 打正面的話又可以靠著這個肉馬一起搭配 找個機會可以解決掉這個奴炮 選擇了馬公路線的話 連正面打百夫長的機會都會很少 這是我個人觀點而已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羅馬人 拿下資源上勝利 贏了大約5000資源 石頭的部分稍微少輸一些些 那最後面奴炮出了79台 跟128隻的大洛馬 128隻的親戚一併 大洛馬是MBL 197隻 到了94隻的馬公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